9月26号是张杰谢娜的结婚7周年纪念日 这一对相识12年结婚7年 如今又有了一对可爱双胞胎的夫妻俩 让不少人都感叹爱情的伟大 今天拉拉就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杰娜二人的恋爱经历吧 时间拉回到2006年 当时张杰正在参加胡同卫视第一届快乐男双 以优秀的唱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就在这时 疑似张杰恋爱的消息被爆出 而女方正是比张杰大一废的著名主持人谢娜 之后在快乐男生十三进十一的比赛中 杨二车娜母第一个将坊间盛传的杰娜恋摆上台面 当时张杰唱完天天想你后 杨二车娜母点评说 我很羡慕一个女孩 因为这首歌是张杰唱给她听的 这个人就是娜娜 杨二的爆料让当晚的主持人谢娜猜不及防 这一分钟我坐在评委席上 我在心里面非常的羡慕一个女生 我非常的羡慕我们的娜娜小姐 2007年夏天 张杰和谢娜被拍到秘密同居 那时谢娜正在排练暗恋桃花园 演出结束后 谢娜被张杰接走 过满路时 张杰更是亲密的搂着谢娜 2009年夏天 张杰和谢娜再次被媒体拍到实锤 两人手牵手一起购物 当时有谢娜所住小区的保安称 两人已同居打了两年之久 之后这个娱乐圈里的姐弟恋 已不再是公开的秘密 2001年1月31号晚 在某班奖礼上 主持人谢娜对拿了最人气男偶像的张杰说 祝福我的男朋友张杰 正式承认恋情 最后张杰接受采访时 也承认和谢娜正在恋爱 2010年跨年晚会上 两人合唱何必要在一起 在台上张杰临时改了歌词 把何必要在一起 改成了我们要在一起 不必理会流言蜚语 2011年5月5日 网友爆料张杰谢娜 已经在成都新都民政局领证结婚 此前谢娜接受采访时表示 希望能够在30岁之前嫁出去 而6号正好是谢娜30岁的生日 2011年9月26号 张杰谢娜在圣洁的香格里拉 举行了婚礼 两人宣誓的时候 谢娜说 张先生谢谢你在最需要爱的时候出现 来爱我 而张杰的回应是 如果你嫁给我不后悔的话 那么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幸运 2017年9月26号 也就是结婚六周年新年日时 张杰公开宣布谢娜怀孕 从此两人的世界 变成了四人的幸福之家 12年他们依旧如初 正如谢娜在微博说的 一切都值得 马果拉新闻 祝杰芬大姐永远幸福 发导